我現在走過這個位置 跟我想說一件事 真的不會太難了 它只是因為第一間店鋪在這裡 但已經沒有了 如果你問廣州人 你第一次吃的炸雞是否行得機 廣州人一定會回答你 不是 廣州人吃的第一個炸雞叫做多美麗 不過呢 現在回到我的店鋪就很少了 剛剛我走過這間 就是多美麗最早的店鋪 在日文路 河南那邊好像也有 已經多了很多 最早 好像全部都已經沒有了 只剩西場一間 現在多謝大家都支持國科 又重新再開 味道挺好的 起碼我覺得它好吃的肯德基先 因為它的炸雞不是一塊塊 是一隻的 雖然這裡不是西華路 但是是小梅大街 都近西華路 我們今天來找這間 看到你就知道 早過肯德基 來這裡 這間 多美麗炸雞 多美麗炸雞 好 我不單止找到她的店鋪 我還找到她的廚房 這個是人家的廚房來的 我們直接在這個廚房賣單 就可以賣得不錯 大堂加多美麗 待會開個雙策的禮物 飽了 這麼多 我吃不到 不行 整車都是她的味道 味道很香 這個Vader 學生店 真的很香 給你 味道也是那時候 這個味道 這個皮 這個質地 摸定 急著急著想吃 一會兒 雞雞 雖然隔了一會兒 還要加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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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烩昧